说到明星带货,相信大家都已经不再陌生,有网友会觉得是明星下凡为粉丝送时会,也有网友觉得就是网络乞丐,脸上写着我明星,你打钱 但无论大家的口碑如何,娱乐圈明星们似乎还是一窝蜂地下场去直播,并且都赚了不少钱 可带货和带货还不一样,有人捞钱后还能一身正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有人却是一把心酸泪,捞钱捞了一脑门麻烦 10月24日,媒体爆料称张博之直播间疑似卖假货,并且已经有消费者进行了维权,还曝光了相应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在曝光的画面中,是网友从张博之的直播间里,购买了某品牌的牛奶绒四件套 当时张博之在直播的时候表示,这款四件套原价高达2319元 但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通过博之专享的链接购买,只需要299元就行了 而且拍下以后,到手会是9件东西,足足享受了1.2折的优惠,妥妥的家人价格 该网友就是听信了张博之的话,认可了张博之作为明星的口碑和人品,于是在张博之的直播间里下单 本来以为是一次大传特传的简陋,可谁能想到,等到了网友收到货以后,发现实物与张博之的介绍差距实在太大 不光整套都是破损的,连里面的被套都是非常单薄的一层,并不是想象中的后世佳容 而且这几件东西,从明面上一眼都能看到许多线头,在做工方面完全达不到2000多东西的标准 网友觉得自己上当买到假货了 在网友与客服沟通的时候,对方表示是质量问题,但只给对方退货和退款,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但网友觉得不能接受,自己买到了假货,对方需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且网友觉得张博之作为明星,更应该比普通商家更严格的把控质量,结果却卖的东西更差,实在太不应该了 个人认为,如果这是真的,张博之的做法有点过分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潘长江网上直播间带货,卖假酒一样 不诚信做生意,靠骗人是不行的,不能卖假货,不能坑害消费者 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打拼了几十年的当红明星,真的不差钱吗? 其实熟悉明星直播带货的人,相信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问题了 所谓的2000元的东西,可能真实价格不到200元 网友用所谓的一折价格购买,商家是赚了一部分的 明星更是从网友这200元里赚走了一部分 里外里网友手里买的东西可能连100块钱都不值了 因为平时买东西可能只有商家赚利润,如今加上了张博之分成 所以百十来块钱的东西,质量出了问题,非常正常 商家肯定也是知道的,于是很敞量地要退货退款 因为已经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了啊 要让商家再发过来一个质量好的东西,商家手里也没有呀 至于张博之,肯定是更知道里面的门道,甚至可能在合同中都已经写好了自己分多少钱 所以网友想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大概率是没什么结果了 为什么看明星买的东西,还会出现各种问题呢? 这可能就涉及直播带货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那就是明星欺骗成本太低了 明星在直播间里说的话,很大一部分都是不算数的 之前我记得有明星弄过什么标错价格,含泪赔了几百万的戏码 闹得当时直播间里网友热血沸腾,一下就卖出几万单,似乎是占了大便宜 然后明星还得说自己愿意承担责任,自己掏钱补贴几百万 那时候网友没见过这剧本,都很相信 结果发现自己好像上当了,如今大家也都回过未来 早就不信了,但明星们似乎也没有因为撒谎被抓起来 依然还在直播间里活跃 卖假货是违法,说假货没坐牢的罪过吧 有些明星带货的东西,自己用着都嫌弃 你会觉得明星真的懂那些廉价的化妆品,床单,零食 于是你看,如今的直播间里,明星们啥话都敢说,但可信度太低 什么原价2000,自己这里只卖200,这话正常人说是万万没人信的 但明星就是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让一些年轻网友信以为真 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件事情 这个网友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广大消费者何尝不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张博之一个靠综艺翻红的明星,两场直播,一场卖了一个亿 一场卖了六千万,这么巨额的钱数,得势多少消费者掉坑里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